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15日 比锡达斯单挑加拉塔沙雷 周二凌晨 土超地念九轮上演最后二场较量 其中加拉塔沙雷将在主场迎战比锡达斯 身为上季冠亚军得主 两队经济表现大幅下滑 彼此近期各项赛事走势更是如出一辙 双方本轮各取一分可谓皆大欢喜 上季汉诗土超锡标似乎对加拉塔沙雷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导致他们经济联赛竞争力严重下滑 目前28轮过后只取得9胜8和11负的战绩 仅高出降班区6分 存在一定的保足压力 其实加拉塔沙雷落得如此境地 与他们经济分心欧战有关 要知道球队目前已在欧洲联赛场杀入到16强 其中首回合 更是做客破和巴塞隆拿 为球队次回合主场作战增添几分晋级信心 虽然加拉塔沙雷经济攻防演出都略逊比锡达斯一筹 但鉴于前者近四次主场对阵后者路得三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他们本轮至少能够借助主场之力拿到一分 无独有偶 比锡达斯经济同样受到欧战的牵连 不仅欧关联分组赛以六战全败耻辱出局 而且目前联赛落后榜首的特拉布宗多达25分 同时土耳其被一直不办准决赛 现如今比锡达斯唯一的任务是争夺一个来借欧战资格第四名 可以参加欧协连外围赛 而他们在2022年度的联赛表现也有明显好转 九轮联赛路得四胜五合的不败战绩 封献戒将米制 巴舒亚依在此期间贡献五个入球 其中多达四球来自作客 此子将肩负着比锡达斯此行抢分的重任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